令吉爹 国人到新山消费成为趋势 本地商场如何各出其招留住顾客 在玉廊东转换站 排队搭巴士到新山的人群中 有不少是新加坡人 没有钱去出国坐北京 坐巴士把那些走走 因为新山东西又便宜 压力又没有这样重 好像新加坡吃一碗面 我们去新山我们两个人都够吃 而在乌兰关卡 附近的巴士站 也有不少可以直达新山的巴士服务 便利的交通 再加上优惠的兑换率 使到新山成为国人出国消费的选择 前线两个星期前 便报道了国人到新山消费的趋势 廖雅好今年64岁 住在乌兰一带 虽然身边有不少朋友 也常到新山游玩 但他却不心动 他的家距离乌兰关卡 车程不到十分钟 但他害怕堵车 每次看到塞车我不敢去 而且很浪费时间 做工 因为我住在附近三十多年了 来这边买比较方便 因为我做工真的买了 7公斤 因为拿得很重 老人家拿不重 除了喜欢在住家附近购买日常用品 廖女士也时常到玉廊东附近的购物商场 因为那边很方便 可以走一整天都走不玩 那个 那边有的吃 有的喝 有的玩 有的消费衣服 卖衣服很多 有的选择 廖女士所说的Big Box 是在2014年底开设的巨型零售商场 从玉廊东地铁站走去不到十分钟 Big Box是一个结合货舱和零售的大型商场 其中三层楼作为零售用途 售卖日常用品 家具和电器产品等 由于这里相当靠近通往新山的第二通道 商场的负责人告诉前线 他们也面对了邻国的竞争 一块新加坡钱对三块钱人家 这是很难去拼的一个局势 但是如果是家事跟电器 我们本身还是有自己的强项的 有很大的展示厅跟很齐全的产品 很完善的设备 这些就是会吸引新加坡人留在这边 但是最主要的是 我们需要举办很多不同的活动 每一个礼拜不同的活动 不单单只能够吸引新加坡人 再回来Big Box 我们也是同时能够吸引 那些马来西亚的 shopper 也是过来这边 Big Box同时也和马来西亚州政府合作 把马国土产引进位于地面层的 Hypermark超市来吸引国人 希望能够展示 和吉隆坡的福建面等 老板希望吸引在这一带工作的马来西亚人 Zurong Point是一个新马的交换站 很多在附近的工厂的马来西亚员工 或者是专业人士都会来Zurong转换站 所以这里的顾客群 有60%都是马来西亚的 就是让他们有体验各州的美食 在异地工作却吃得到家乡味 马国食客喜欢吗 比较类似的味道 就我们比较符合我们马来西亚人的口味 所以就常来 因为我是槟城人 我来吃的时候就会享受家乡的味道 我本身是在怡保长大的 所以怡保的东西呢 很多食物是非常美味的 人家想起摆咖啡 炒果条 红豆冰 为了让食客有更好的感官体验 业者也精心布置 让顾客仿佛回到70年代的甘榜 我们去了马来西亚找了一些供应商 我们回收那些旧木 拆除的屋子的旧木 把它装饰在我们的店 我们也放了许多 以前70年代的那些火油灯 所以我们把它装潢在我们的大大门 也让顾客一进来就有那种哇的感觉 很温馨回到家乡 你也会看到说我们所用的盘碗 都是以前古早的 我们不用塑料 我们就是用回池 这个整个push card都是我们的槟城的摊贩 赠送给我的 新加坡现在步伐很快 你要找得到这些路边的push card 我是很几乎看不到了 时代的发展越是迅速 人们越是渴望回到质朴的从前 学者认为这个马来西亚时隔 对准了现代人的口味 因为他能够抓住人们要求的古早和传统的口味 特别的口味 并不是说好像一个大厨房里面 所派出来的这个统一的食品等等 而且环境方面就是说 可以舒舒服服的 随时突然间想到说要吃这个马来西亚的传统美食的话 就不用说大费周章的去柔佛州 要经过那个交通还有时间上的安排 一新元换三令吉 为什么马国旅客选择来新加坡消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